洁白干净,配备有专业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,为病患提供生命保障的救护车,其实并非都是医院运营,也有一些私人车辆。近日,两家这样的私人救护车就为了抢生意而撞车闹事,最终惹来牢狱之灾。 5月14日,北京丰台法院开庭审理王某与马某两人驾驶小轿车,先后两次故意撞击竞争对手的救护车一案。 在法庭上,两人表示自己从事私人救护车运营,救护车是从相关公司购买而来,为外地牌照,挂靠外地医院,由于价格比120急救车便宜,且能将病患拉到外地,他们在北京开拓了一块市场。 通过微信群,在医院散发广告,与病人家属搭讪等方式拉客。 2018年12月,王某与一位河南的病人家属谈妥,准备将病人送回原籍。 不想,第二天却听说病人准备乘坐另一辆救护车。 王某于是驾车对这辆救护车进行了撞击。 随后,听说了此事的马某在医院附近看到另一辆来抢生意的救护车,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其撞击。 据马某陈述,这些私人救护车有着自己划定的领地,不侵犯他人领地是他们之间的潜规则。 王某和马某声称他们的领地在右安门医院,而右安门医院针对此事出具了说明。 说明中认为,王某与马某运营的是黑救护车。 五月保安利用各种手段长期对各位救护广告进行清理制止,人员驱逐,一门港发现发放可以救护车叫广告人员进入暴力级上报队长,由队长安排巡视保安员全程跟进清理广告。 对此,王某和马某显得很不服气。 车上都有什么东西? 车上有设备? 嗯。 两气? 一三。 你们的人能够保障救护车的安装吗? 能够? 怎么能够? 我们医生都有事的。 车是正规的,你们说我黑救护车,那我就黑救护车了。 然而,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显示,将加强对黑救护车的打击,并进一步规范院前急救,院后转运业务。 而记者网络搜索发现,私人救护车广告众多,运营单位五花八门,且大多声称能够24小时全国派车,医护随车。 私人救护车的泛滥和缺少监管,最终导致了抢生意的情况。 在撞坏竞争对手的救护车后,王某和马某以寻衅滋事罪被提起公诉。 公诉人综合考量了犯罪数额、性质、情节,建议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至两年,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一年八个月。 而王某的辩护人提出,王某犯罪的主观能动性小,认罪悔罪,态度诚恳,希望判处缓刑。 经过合议,法庭判决王某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,马某有期徒刑一年。 王某当庭表示将上诉,马某则表示认罪认罚,不再上诉。